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的发烧话题我们就要来讨论大家最常使用的社群APP脸书了 因为脸书是成长趋缓 财报一路下滑 让股价是大跌了20% 为了挽救业绩 现在要把4年前用220亿美元收购的WhatsApp推出来赚钱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WhatsApp它平均每天是有600亿的讯息在流通 但是却零收入 怎么会这样呢 其实那个WhatsApp它是有成立一个WhatsApp Business 就是为了因应企业的商业需求设计的 那它要怎么跟大家收费呢 Business每天它有300万的活跃用户在使用 从明年开始它就要投放广告 像商业用户是每一次收取0.5到0.9美元的费用 那这个设计呢 其实有点类似IG的限时动态功能 而且这项功能在IG上已经开始有广告投放了 而且运行的是还不错的哦 不过近年来呢 不少研究就是显示 太沉溺社交软体的人容易出现寂寞 忧郁自卑的负面情绪 所以脸书和IG就要推出新工具来帮助用户控制使用时间 像是可以跳出你已经使用15分钟了 你已经使用一个小时了 等等这些贴心的计时新功能 帮助用户了解一天你到底花了多少时间在滑脸书 至于这功能是要怎么设定呢 就来教教大家了 这个IG呢 它是点选Your Activity就可以设定了 那在脸书呢 是点选Your Time on Facebook 然后呢 你是选择你想要多少时间就可以自动断线 最长呢 是8个小时 而且系统还会贴心的每天都帮你做出这个长条图 让你来观察说你每天到底使用了多少时间 就有国外的网站呢 它的创办人实验了 他说他开始停用脸书之后 生活出现了不少正面变化 例如工作更专注 更有效率 不会在和脸书上的人做比较活得更开心之外 而且透过人和人之间的实际接触 让朋友之间的关系是更加紧密了 你知道你一天花多少时间在划脸书 一天花50分钟在脸书 一年下来就用掉304小时 等于12点7天 为了帮助用户不再沉迷 脸书宣布推出新的即时工具 帮你管理时间 透过这个新工具 用户可以检视完脸书的时间 还能甚至现实提醒 时间到了就关掉 脸书看似佛心 但其实让用户沉迷就是他们的轨迹 根据统计 脸书用户平均每15分钟就会忍不住划一次脸书 靠着按赞数获得认同减少孤单感 在头温层取暖 找到心灵出口 有研究指出 在社群媒体获得按赞 会使脑部像使用毒品一样分泌多巴胺 沉迷脸书如同染上毒瘾 一旦无法上网就会引发恐慌 数位阶段不需要物 脸书计时工具 短时间可帮忙 但长期下来还是得靠自治力 三立新闻 林芳颖报导 除了脸书让很多人沉迷之外 最近年轻人新兴的社群软体还有IG 你能相信吗 在IG上简简单单的拍一张照片 竟然可以赚到上百万美元内 上礼拜我们就讨论过了 2018年的名人富豪排行榜 真人石金秀女星 风屯金的妹妹凯莉珍娜 当时就以最年轻的女创业家上榜 那她厉害的还不是只有这样子而已 社群软体是公布了 2018年IG自己的富豪排行榜 社交名媒兼网红的凯莉 她又上榜了 而且这次是第一名 因为她每篇贴文的收费 竟然高达100万美元 真的是非常惊人的一个数字 那至于第二名就是赛琳娜 她每个贴文收费是80万美元 那再来第三名就是我们足球金童 基罗了 她每篇贴文收费是75万美元 另外第五名第六名分别是 碧昂斯还有巨石强森 他们的贴文收费是70万美元 和65万美元占据第五名跟第六名 第七名就是赛琳娜的前男友 小贾斯丁了 她每篇贴文收费也要65万的美元 再来同样也是足球金童的内玛尔 她每篇贴文收费也要60万美元 其实这些IG名人 她每年替网红市场贡献高达10亿美元 也就是超过300亿台币 而且这些数字预计到2019年 还可能还要翻倍成长 而且业者也偷偷调查 说这些网红追踪者 对于那些业配的贴文 不管知不知情 几乎都曾经看过 甚至还会在底下有留言回应 不过一条贴文就能有百万入账 真的是让人好羡慕 相较于网红赚钱的速度是比快速的 美国宾州这位平凡的爸爸 可是非常了解赚钱不容易 平常都兼三份工 但她为了要给自己的女儿 在国中毕业典礼留下美好的印象 她咬牙买了一件6000块台币的洋装 女儿看到真的是又惊又喜 立刻泪崩 哭倒在爸爸的怀里 女孩坐在餐厅里 突然爸爸从右边出现 手上还拿着一套衣服 女儿略显失望地问道 没想到下一秒 看到洋装后 她激动地上前一把抱住自己的爸爸 哭得久久不能自已 会这么感动 是因为这件洋装真的得来不易 美国宾州这名14岁的少女史密斯 需要一件能穿去舞会的洋装 但她梦想中的洋装却要价大约6000台币 我看了价钱 我说不错 对于已经兼三份工的爸爸来说 6000块的价格的确有点吃不消 但身为父亲 还是想要一元女儿的梦想 因此她咬着牙 默默将这件洋装给买了下来 我告诉她 我的祖母买它 当他说是我的祖母买它 我一直以为 这就是一个老女的衣服 以为希望泡汤的同时 竟然看到朝思暮想的洋装 出现在自己眼前 这一刻让父女俩都感动落泪 因为爸爸的付出 最终史密斯得以穿上梦寐以求的洋装参加舞会 如此暖心的影片一曝光 更让许多网友哭红了眼睛 一件洋装意外让人感受到父爱的伟大 下来新闻 许昭正报道 根据人力银行调查 将近五成的单身男性上班族 因为薪水不够高 只能够养活自己而不敢结婚 平均期待生育小孩年龄是30岁 不过调查发现 男性上班族平均在32.8岁才能当上爸爸 比预期的年龄晚了2.8岁 有47%的人只有一个小孩 拥有三个以上小孩的多产爸爸 真的很少仅有6.73% 低性让职场男性想生却不敢生的状况 是越来越严重 认为要将近8万7千块钱 才能够养活整个家庭 可是实际上家庭的总收入 在这次调查当中的平均数 是4万1千多块钱 相距还有4万多的差距 所以才会造成大家在家庭生活当中的 压力的重担十分的沉重